大家好,我是彩虹 春天里就缠着锅烂 鲜香味美,三天吃一次也不腻 400克面粉里加入3克盐增加筋性 先用100克开水烫面 再加入120克凉水和面 半套面的和面方法 做好的饼皮会更加的筋道好吃 搅拌成絮状 再下手揉成软硬适中的面团 松弛10分钟再揉一次 这样面团就会揉一揉光滑了 盖好,再饧面半小时 春天,头刀的韭菜一定要多吃 为啥?因为太鲜亮了呗 比吃肉都香 切好的韭菜末 先用油拌一下,防止出水 再加入晾凉的鸡蛋碎 鲜虾仁 盐 蚝油 其他的调味料都不需要了 以免掩盖韭菜的鲜味 拌匀即可 取出形好的面团 从中间扣个洞 攥几圈 搓成长条 搓成大小均匀的剂子 搓成大小均匀的剂子 再擀成稍后一点的饺子皮 放上馅料 放上馅料 对折捏一下即可 量都不需要封烤,非常简单 电饼盛开中火预热刷油 依次摆好生坯 底部烙至金黄后 沿着锅边倒入淀粉水 淀粉水是用100克水 加入5克淀粉调制而成 如果想煎成冰花状 就再多加一点淀粉 盖上盖子 煎至淀粉水受干 香喷喷的三鲜锅烂就出好了 它又叫锅贴 在我家这边非常受欢迎 底部焦香酥脆 馅料鲜香味儿美 尤其这春天里的头刀韭菜 更是鲜美无比 两口一个,比吃肉还香 这个锅烂你一次一定要多做一些 做少了真不够吃 如果看馋了就赶快行动吧 美食天天更新 咱们明天见,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 李宗盛